来有请下一位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肖畅厂来自江苏徐州 毕业于徐州技师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我是一名连续创业者 有两次创业经历 做过线上线下平台 做到了从一个程序员的蜕变成一名项目经理 在自己创业期间做策划筹备以及运营等工作 我想在互联网公司找一份技术管理港 或者是策划管理港 我也希望各位企业家可以继续挖掘我的资源 毕竟我还年轻有很大的潜力 问一下你叫上上 我这写错了吗 我这写的你的求职意向是副总 或者是人力资源总监 其实这两个职业和我并不偏移 而我要做的是一个技术管理港 或者是策划管理港 因为这两个职位和这个相似不算很大 但人力资源总监只是另外一个方向吗 如果说企业愿意挖掘我的资源 我对人力资源管理经验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我自己也创业 差不多前前后后经历了有100多名员工 所以说包括一些求职怎么样 我也是颇有经验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问一下你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先问一下 底薪不低于多少 我要求的底薪是不低于30万年薪 那你那两次创业都成功了吗 第一次创业算成功了 但是后来太飘了 然后失败了 第一次创业 我和朋友一起开了几家失恋博物馆 我也曾一个月收入三四十万 然后后经过其他的一些分店 进行一些投资 结果全失败了 全部都砸里面了 失恋博物馆的盈利方式是什么 第一是通过互联网 就通过抖音 以及一些其他渠道去引流 引流完之后 通过一些小年轻 说白了去收取一些门票 因为这个是展览性质的 去年全国各地 也是比较火的一个问题 在抖音各方面都可以看到 另外别人会通过 在这个店里面拍一些东西 给抖音增加了很多活用户 你最后这个服务馆 你是全培光了吗 差不多是全培光了 因为我第一轮投资 我们其实没有一个 刚开始因为年轻 也是两个朋友比较可靠 没有做一个明细的财务规划 第二点是因为 合伙人之间有一个股东 在第三家门店投入的时候 临时撤资 第三点是因为心态也 你太年轻了 你第二次创业是创的什么 第二次我是在徐州软件园 租了一间房子 做的是和一个老大哥 做的是一个 退役军人就业为主方向的 一个培训就业 以及徐州市创业中心 和那个退役军事务部的 一个政策发布平台 结果是平台做出来了 他们并没有认可我们这个平台 这次也都亏损了是吗 总体来讲是亏损的 你第一次创业的资金是从哪来的 我第一次创业资金 第一是我在南京工作期间攒了一部分 然后我的父亲给了我十万投资金 相当于把家里的老底拿出来一半给了我 然后我这边和两个合作伙伴 一起又筹了一点 差不多有三十多万 三十五万的样子 然后就开始创业 我问一下你父亲 你父亲是什么工作 我父亲是一个农民 农民工 他主要在工地做一些保温 还有一些墙体的喷漆工作 母亲呢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你父亲再婚了吗 还没有再婚了 没有 从刚开始我母亲在我三岁的时候 应该是和家里闹别扭 然后自杀之后 我家里人曾劝过他 包括我姥姥也劝过他再找一个 结果他也是因为我吧 再没有找一个 所以你从小是跟谁长大 我在13岁之前是在山东辽城老家长大 然后从13岁之后回到了江苏许州 跟着奶奶 还有一个大爷 对你挺宠爱 不光是父亲 家里人一家人都对我挺宠爱的 就第二次创业 我有两个表姐 一个表哥 这边都相继就是扔给我一万块钱 让我去继续做 就希望因为家里就相当于剩我这一只毒苗了 都希望我可以好好的 你父亲在知道你亏损创业失败 他那十万块钱没了的时候 他责备你了 没有 他只是默默地说 没有下一次机会了 你再有这一次以后 你连房子都买不起了 其实面对两次创业失败 你给自己在24岁之前的人生 你总结的自己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第一 就是有想法 可以去尝试 但不要盲目 第二点 不要去做没有把握的事 就是你自己也觉得自己 在这两次创业当中 稍微有些好高骛远 对的 你现在依然是有一点好高骛远 我给你两个建议 第一个调整一下岗位 找一个专业你能做的岗位 然后不要做总监 也不要做什么总经理 就是做一个基础的执行的人员 因为你很年轻 职场对你来讲其实是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建议你调工资 你现在30万的这个工资是 其实在职场里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认为 所以其实你回头看你所有的经历 你只是做了一些事情 那个试炼博物馆 我觉得点抓得很好 确实是一个打卡和一个有需求的地方 这个项目你做的不错 但是呢 由于你的经营 由于你没有一个真正的系统化的对项目的理解 所以你失败了 如果你今天还要做一个相对好高无远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还会失败 所以我建议你能够沉下来 找一个真真正正的岗位 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往上走 谢谢老师 畅畅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说你要技术管理岗 对吧 你技术出身 你原来带过的技术团队有多大 四个人 OK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这带着四个人 你做的产品 它的日活和并发是多少 最大的并发量大概只是在一百左右 因为这是做的一个一流 一百万吗 一百人 好吧 你看你只带过四个人 对吧 这里面还包含你自己 那基本上就不叫团队你知道吗 开发的产品 你来面对的并发也就一百人 对吧 日活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你也没多少 那你要三十万的年薪 就刚才郭兰总说的很好 就是我们还是往下降一降 三十万的年薪在我们这里 那他至少带过十个人左右 在团队 然后同时他处理过的 开发出来的产品 这个面对过的并发 肯定都是小一百万两极 你的能力和你做的产品的 这种应用的使用程度 我认为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好 就像你现在想象你的岗位 和想象你的薪资和薪酬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特别诚恳的给你一个建议 调岗调薪资 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 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吧 不然你现在真的很危险 我觉得 你作为创业者 你可能认为 你在创业当中什么事你都可以干 你是万金油 但是在企业 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讲 你到底规模以后 其实不是这样 是因为在每一个板块是一定要砖 是需要很多很专的 把每个板块撑起来 所以如果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你要知道 到底哪一块 如果你要在职场上找工作 是你的强项 他现在是什么呢 他现在是起点高了一点 他这个架子拉不下来 其实他内心深处 应该没有那么高 对 我们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感受到的这个孩子 并不是桀骜不逊的孩子 我不知道这个畅畅 你是否接受 刚才郭兰的建议 挑杠挑心呢 我接受老师的建议 其实我自己专业领域知识 可能没有那么高 一方面是学历 一方面是阅历 虽然说有这些经验 但是并不能为公司做较大的一些事 所以说我同意老师的意见 你调心调的多少 阅薪最少不低于8000 好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盏条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活 也在职场上 你的下属既聪明又好学 但心机很重 那么这种下属 你值得培养吗 如果是我的话 这种下属我会培养 但是会在我的相应的 一些诠释之下 或者是我能看到的一些区域之下 我会去让他做一些这些事情 如果说这个人 确实比如说就像我一样 上级很难控制住我 这样的人我会坚决不会用 如果我会 根据他的一些实际情况 还有一些 他能为公司带来多大价值 我会去考虑 着情去考虑这件事 比如说这个人 我是不是要真的去培养 如果说他学到了核心技术 跳槽了 这种人就是要坚决避免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会用你自己这样的人 因为我前妻 如果说在我以前 我肯定是一个这样的人 心比较野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杨荣肯定不会用你的 因为只要是给公司能创造价值 并且在可控范围之内 我感觉是可以着重考虑一下 但是可控和不可控 没有必然关系的 对吧 这道题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我的身上有缺点 但是也有优点 如果是未来 真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 我会尝试性的去培养 但是我相当于 比如说核心的技术 我一样会牢牢把控在 我自己的手里一样 你现在跟杨荣表达一下 你是可以备用的 你是不是那种不受控制的 你来你跟杨荣表达一下 杨荣师 我如果有幸成为公司一员 我会把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包括一些曾经的阅历 如果说正好有项目需要 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公司汇报 但是仅作为自己的个人意见 大局还是由公司把控 那我想问一下你 刹刹 你说你刚刚有讲一些核心的东西 你不会贡献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会哪些板块 是你自己会保留不给公司贡献出来的 就相当于结了婚以后 老公永远藏一点私房钱 我们来猜一下 你觉得杨荣会灭灯吗 百分之四十 那我们来看一看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过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唱唱 我觉得其实 因为你创过几次夜马 我觉得你其实内心是 你是一批 奔成了野马 其内心是非常的自我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 重新回到职场 让你去做某一个板块的负责人 我觉得对你来讲是挺难的 还不如重新创业 去做一个事情 可能还有成功 更大了成功的可能性 希望你以后创业成功 或者准备好了再来 谢谢你再见 好 谢谢特老师